HELLO 大家好,我是環宇船本Nelson 欢迎来到大湾区,欢迎来到港人准备的深圳 我们华宇船本的深圳展厅就在路口旁边 一出田厅就会见到商业城一楼的103号铺 可认为十分之方便 我们来环宇船的免费体育团是田田出发的 我们精心创算过百个厂盘 让你到现场最真实的了解楼本的情况 以及周边的地段交通 以及周边的配套环境等 当然还可以品尝这个最地道的美食 那现在生家看到铁铛 今次送来环宇看楼三步 送来防晒雨遮礦泉水和湿纸巾 全程为你遮风绑雨 用心为你安排着适合你的行程 让你买得安心又放心 立刻拨打热线电话 6963-0900报名 是 Hello大家好 我是Eva 我是环宇信奉的Calvin 是 今天我们在飞铭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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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铭 那我们呢 大家可能 各位观众可能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我们两个会出现在这个位置 我们呢 上次拍了海月湾那条片 是 很多香港的朋友说 居体是如何坐车过来 去到那个地方 是 那今天我们就实测 那我们刚刚是从 挪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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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我们刚刚路车 是 刚刚坐这辆巴士 跟着就回来 过来这个位置 没错 因为呢 观众朋友上次看到我们海月湾那条片 都觉得 哇 那性格币都ok的 因为上车 几百元就可以上车 没错 结工又不贵 真的抵 千两两千元 没错 那他们就关心一个问题 那我在香港 我要出发那时候 我方不方便回去楼盘那里 所以今天我们就专专走过来这里 七仕 刚刚就在路口岸那里 搭这个京橋巴士 跟着就坐到这个一旗的交通缸 是 那这个巴士呢 它其实呢 每天大概 隔三四十分钟 这样 就有个车就可以回来的了 早上大概就 七点钟 是吗 没错 早上最早是七点钟 跟着晚上 最后一班车 是在 九点钟 在桥舍那里出发 嗯 啊 那我们刚才用试大概多久 是 七十分钟左右 是没错 是 所以这个整个时间段 都是可以接受 因为你是直到这里 七十分钟 所以你选择坐巴士 回来的话 还有一种就是 比喻你很累 或者你在上海车那里休息 就是了 一站到底 对 你的七十分钟 你还可以休息一下 是吧 下车之后 又可以继续这样走 然后去吃 去玩 是 因为呢 你从香港过到路关校 再 步行个几分钟 就到 我们的桥舍了 再达到我们这个巴士 是 我们这个巴士 而且价格都很优惠 我们坐过来是 二十二元一个日 没错 没错 是 为何买这个票 我们呢 可以去微信那里 在网络里面有个小程序 在市场那里 就可以买到 收送我们的一个 经条巴士 没错 再输入你的一个身份证 上车的位置 是 而且它是因为要十名制 是 没错 要确认你的安全 各方面的问题 就是第一次买票的时候 就拿你身份证去登记 接着输入你的手机号码 是 没错 是 绑定 十名绑定了之后 你就可以开始录单的了 嗯 上车的地址 可以在连同口岸 可以在连同口岸 可以在罗湖的桥舍 可以在罗湖的桥舍 可以在福田 可以在福田 所以看朋友们 通常在哪里过关 比较方便 可以选择这几个位置 上车的地方都可以 自由选择 对吗 是 没错 你选择了你上车的位置 接着你要到哪里 你又可以自己选择 因为那里会彈出来 下车的位置 它就在十里一旗 三旗和五旗 圍广湾那边都有了 是 没错 都会停透 是的 是的 这个就看回你要到哪里 比如我们去海耀湾的话 你就直接选择一旗 一旗交通中心 就是我们身后现在站的这个位置 是最近最方便的 是 没错 减了之后 接着你提交你手机 因为你绑定那个微信支付 接着你在微信那里 直至付钱 它是22元就可以了 那你就可以坐这辆车 就可以回来的 都挺优惠的 是的 22元一转 那我们呢 到现在呢 我们去到海耀湾 是 还需要是要打车过去 是 因为你坐了那个巴士 到了这里之后 接着呢 我们再打个滴滴 就可以直至回去了 是 那打这个滴滴呢 究竟需要多长时间 多长时间 我们现在就 即时帮大家测试一下 是的 是 看看现在大概几点钟 是 现在大概几点钟 给 看一下 好 现在我们看看这个时间 2点45分 是 没错 是 那我们出门之前 就打好车 叫好车 接着到门就可以直至上车 是 很方便的 就是用滴滴软件 就可以打到 没错 是 其实现在在内地 这边滴滴是非常之方便 而且又快速的 是 所以现在大家都乘惯性 我要出门 如果不开车的情况下 都乘惯性 第一时间就会叫滴滴的了 是的 我们现在就帮大家测试一下 去到楼盘究竟需要多长时间 好吗 是 那我们稍后见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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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是的 总共用事就 15分钟 16分钟 16分钟 而且价钱都不贵 十几二十元 二十元以来 通常你借20元左右 没错 是的 那我们从一期那边过来 大概总共的时间都是八十多分钟 就是从洛湖直接到这个项目这里 是 其实一个小时三十分钟左右 其实这个要看大家 你是在哪里过关出发的 是 如果你在连堂口岸那里过关出发的 你坐那个京橋巴士 又会比在洛湖口岸大概近二三个字 是的 十几三个字左右 所以要看你们平时的习惯性在哪里出关 是 没错 因为我们公司的店铺在洛湖口岸 所以刚才我们就在洛湖 帮大家测试的 是 基本上时间是差不多的 隔两三个字左右 是 而且刚刚去路上也看到 有几台的公交巴士 是的 而且这些巴士都一样 我们速度去驻港道那里 都一样可以坐巴士 是 是 去到佛里安滩 或者去到我们的一个沙田地铁站 是 是值得的 但是那些可能如果你有空 时间比较多 就可以坐巴士了 会便宜一点 但是时间当然会长一点 是 是 是 如果你好像说 觉得打滴滴都不贵 就可以坐滴滴 那就不用等了 很快 其实这个也是要看回朋友 自己的选择 是 观众朋友你们平时出行 你是去到哪个位置 是 那我们刚才测试呢 就在罗湖那里坐巴士 跟着再转个特地 是没错 是 另外还有一种方式呢 就是 比如说 在深圳 和大家的朋友喝茶 或者是聊天 是 那你说 深圳那里 直接是有那个地铁可以坐回来 都可以的 那你是 和朋友 你说回去 在林芯那边 去到她的家 是吧 去到她的家玩 玩完了之后 你在那个位置 你又可以直接坐公交 又可以坐回来 直接公交就坐回来了 是的 刚刚路口那里 就有公交总站 2元而已 2元就可以坐到这里 是的 没错 这个当然是 即是你不拐时间 那时候就可以加回交通 没错 没错 清闲是时候 没错 所以她是有多种方式的 看自己是怎样 就是你们怎样出行 比较方便 那第三种 还有一种 据我所知 就是上次我过来海洋 那时候 那边的女儿 哥哥仔 他就跟我说 其实还有一种交通方式 他不是坐京橋巴士 是坐另外一个西湖巴士 那种又是一个 你在迷信的小陈碎那里 又可以直接买票 待会我会放上去给大家看 是怎样买 接着你是怎样坐 那个你就是 直接坐到霞冲汽车站 又是直接坐巴士 回来的 那时间是差不多 是 那霞冲汽车站 在哪个位置 距离我们这里 大概就是五分钟左右的坐车 没错 就是你到了霞冲汽车之后 接着你再打个滴滴 回来这里 就几分钟可以到的了 是 保衡都可以的了 不需要 保衡大概是八分钟到十分钟 是 如果是进口回来 你是看到周边的 你想看一下周边环境 没错 你到了霞冲汽车站之后 你就可以慢慢慢慢走回来 都可以的 没错 这个就是第三种方式 其实这里是有多种的 朋友仔 几种选择 是的 到时你们是 不知道怎样坐 或者你真的想了解 那个详细 随时都可以问我们 是 随时问我们WhatsApp 或者拨打我们电话 都可以的 是的 那今天我们主要 就是上次的朋友 问我们是怎样回来 所以今天主要是 帮大家测试一下 这个交通是怎样回来的 那关于楼盘里面 有什么政策 有什么最新的动态 那大家就看回我们 另外一条片 我们是有一集 每一集 每一集分开 去和大家分解 是的 如果你个人有什么 详细想了解 都可以随时 骗到我们 加我们的微信和WhatsApp 都可以的 我们都会认真去回复你们 如果想实际过来 自己过来 没错 实际过来看看 我们的环与信环是 免费出团 天天出发的 是 这期我们就说到这里 主要说交通 给大家知道 是 没错 因为跟着下来 我们除了交通 还有周边的配套 还有楼盘 现在有什么新的动态 各方面的东西 我们都分了几次 分享给大家 是 平时我们就去海月湾上面 看这里看得多 是 现在三个行 我们现在站的位置在哪里 是 就是海月湾 这个一旗 三旗 还有五旗的中间 就是平时看我们的片 都可能看到 平时我们说的 预港峰 是 如果下来亲身体验到 但是这里的环境 舒服很多 是 我们现在就在下来下面 这个桥这个位置 看到真的 这个内河 其实我走到 看到这些船 我都忍不住 很想坐着船 顺着整条河 跳过去 就很想下去玩 是的 其实可以看得出 这里的原居民的生活 其实非常之悠闲 是的 非常之舒服 我下来 我自己都感觉到 如果自己生活在这里 时不时跟家人出去打雨 是 坐这些船 你就当游船 是 没错 因为后面的伸透就是海边 是 有时 你会说 逛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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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休息就是这样休息 没错 平时在香港的生活制造这么快 你来到这些位置 你就想找空气好 環境好一点的地方 休息 为什么我们今天会站到这里呢 是 为什么呢 其实主要 我们之前有拍摄我们这个海月娃的图形 留意介绍给大家 是 是 我们想大家更加清晰 知道这里附近有什么 是不是真的更休闲 和配套的情况 是 可能 凡一仔想知道 我在这里住了之后 我除了可以坐这些船出去玩 最重要是 民意食为天 是吗 没错 我住在这里 我可以怎样吃东西 去哪里吃东西 所以我们今天主要是带大家在这里出发 就到我们在楼上了 今天就不想去的了 是 我们就在这里出发 因为这个位置后面 这里就是一旗 那边就是五旗 我们就在中间这个位置 没错 所以就在这里出发 带大家去旁边 就是那里 顺着这条河 顺着这条河 一路走过去 就是海鲜 海鲜市场 平时我们说车程 今天我们也是特意去体现这个暴行 是不是真的有这么方便 更近 是 而且我们去看一下价钱 是不是真的 这么便宜 是没错了 会便宜点又贵 那我们都不知道 所以就想着带大家去 除了七四个时间需要多久 还要买附近的价钱 因为有原居民在这里住 是不是真的会便宜 过其他地方 是没错了 那我们马上去看看 OK 好 出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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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即是可以加工的餐廳 我通常都有兩種俗法 你可以在這裏怎樣也行 我就習慣去對面海鮮市場那邊買 買了之後你就拿去餐廳幫你加工 加工大概多少錢呢? 有些就按照多少錢一份 比如你說鮑魚、蝦等多少錢一份幫你加工 有些就輪根這樣清 看你們這間收費都不同 看那些怎樣商量 在前面那裏我看到了 沖海鮮市場 我們走過來大概走得比較慢 因為我們周圍忙忙 都是十分鐘左右走過來 都會爬 沒錯 就當是行街這樣 平時走過來 兩邊非常多些大牌座 所以這裏主要是海鮮街 主要是海鮮為主 有些還可以買海邊的裝飾品 背殼之類的東西 你這裏玩水 吃海鮮之外 還可以帶些東西回去送給家人 我剛剛也看到很多大牌座 都記住家工是十元給一斤 都不貴很便宜 是的 所以你知不知道為什麼 它這裏收費不會這麼貴呢 因為看到這裏的裝飾 其實這邊是很多的原居民 是住在這裏的 所以你有原居民住得多的地方 那些收費就不貴了 那我們馬上進去看看海鮮市場那裏 還有一個就是 正前面那個就是以前 我大概15年那時候 就在這個樓款這裏買的了 以前那邊 高峰海是吧 沒錯 那它高峰期那時候 買到一萬塊那裏 哇 那都很近的 是啊 就隔不了頸圓 好出來都全埋了 是啊 對啦 那你說現在 對於現在海鮮灣來說 那價錢你都便宜了一半 是不是 那這些配套同樣都是 那這裏就是海鮮市場 是啊 這裏主要就是買海鮮 我們先看到海鮮 右手邊呢 這裏就是正常的濕市場 OK OK 好 我們先看到海鮮 看車 其實這裏呢 你一路進來之後 它很多檔 基本上這個範圍都很大的 全部都是買海鮮 那大家可以自由選擇 你喜歡哪些 或者你看哪間比較漂亮啊 或者那些海鮮比較新鮮 你都可以去選擇的 那哇 都蠻多潤的喔 不如今晚我們等一下 拍完片之後 我們都買回去自己煮 好嗎 可以 現在這個時候 剛剛是吃那個遞扎蟹 就是最好吃的時候 是 那來到這個位置 你要買海鮮回去吃 看一下 這個怎麼買啊 二十塊一隻 二十塊一隻是嗎 三兩半 三兩半 這個二十塊一隻 哦 前面看看 所以說這裏的價錢 它都不貴的 二十塊一隻 對 龍蝦 哦 我不懂得煮 正正 哦 我不懂得煮 所以要去抖音 那裏擦蟹 怎樣煮才行 哇 這一間 這一間 這一檔就很多 哇 這隻 你看 你看多生猛 海蛋 海蛋 平時喜不喜歡吃海鮮呀 你吃不吃煮海鮮呀 Cabot 一邊都是蒸的啦 吃完就吃完就吃了 那二個你說 收衛的呢 就做些 椒鹽咯 那些潮山啦 很喜歡那些 山煙 是 你吃不吃一罐 山煙吃一罐 但是呢 不行 哇這個 這個 這是什麼 聖子王 那種聖子的不是單個單個你是把它綁成一坡 哦 所以它是一大個的是吧 這個一般怎麼做好吃啊 那你把它拆開嗎 哦 這個怎麼賣啊 這個螺怎麼賣啊 這個螺怎麼賣 這個螺這個還有三個 它五十塊錢 這個小螺 可以在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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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這個好大一個 這個響我 好大隻啊 這個三隻才五十塊 這裡剩下三隻 哎哎哎 你看 這個好漂亮啊 你看 那對面呢 剛剛就是海鮮市場 帶大家看完啦 那我們現在就過了來 這裏呢 就是什麼 我們這裏呢 我們這裏呢 買些雞壓啊 買些青菜的啦 裡面有些什麼啊 什麼 什麼都有的啦 光貨啦 不如我們先帶大家 進來了解一下 是 那兩邊呢 所有兩邊都有呢 就有光 是啊 你買些通風的東西 你買些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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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大隻 這個不知多少錢 一百五十塊 哦 這些是嗎 一百五十塊 一百五十塊 光貨 還貴一點 都不算貴的 你新鮮的你買 買些東西都不貴 看 oppression 借확 這缸 也是 露燕 能買些東西 來賣 在等過 賣 ै 拿起 айте 可以買菜可以買水果 你不用分開兩個地方 我們都習慣了一圈 有海鮮市場 對面是普通的 還有機壓魚和光貨 品類都很齊全 而且這邊的價錢 你也有問一下老闆 大約問了 好像鮑魚仔 剛才我看到 現在是很流行吃大閘蟹的季節 有高的那些 而且是三兩半的那些 才20元一隻 都算不可以 都不算貴的 因為我前兩天在市場那邊買到28元一隻 28元一隻 都便宜了一些 而且現在天氣越來越冷 我們都穿得很快便宜 廣東的天氣真是 古常穿短袖 晚刻便要穿棉偶 沒錯 就是說翻臉便翻臉 因為天氣預報是說這兩天會降溫 所以昨天還在穿短袖 我現在穿這個 我都覺得很冷 要穿外套才行 其實在這邊的品類 差點比很多市場 會多很多 是 因為夏聰這裏 其實它是附近這個位置 幾公里大家都是 要過來吃海鮮 都是來這個海鮮市場買的 好像我之前在 後面那裏上班 有時候回衛城 我都會在駕車 特地過來買回去煮食 而且聽說 附近有些小市場 都是從這邊摸過 這邊都是有個 最近相當於是一個 批發市場 批發市場 沒錯 所以這邊的價錢 都是比較優惠的 加上如果你長期居住在這裏 就已經下去了 剛才太陽還掛著在這裏 現在下山的了 我們看到前面那些 它有幾艘的船 平時你說想去海邊 繞一繞 你看右手邊那個位置 就是那個 維州港 現田港 現田港 沒錯 旁邊那裏就是大鵬 對面就是大鵬 直線往過去就是香港 對岸就是香港 沒錯 那些小船 那些快艇 大家想去海邊繞一繞 因為它有很多島 都可以坐這些船 好像後面身後這個位置 就這些海鮮餐廳 你說在這裏 玩累了之後 你就可以去 好像這些 它正在海邊 去這裏上面吃東西 你坐在二樓 三樓 直一眼看過去 一邊吃飯 一邊看海景 是 很舒適的 而且你自己去市場這裏 看對的東西 馬上下去駕工 10元都是 10元一斤 沒錯 去駕工 如果你是駕現那裏 就15元一斤去駕工 基本上就是這個價錢 沒錯 如果你是住在這邊的話 你除了去海鮮餐廳吃東西 你也可以去海鮮市場去買 買完之後 自己拿回家自己煮 新鮮滾熱 就是了 我喜歡是什麽味道 我不是喜歡自己煮 一般我們原則原味 點點豉油介辣就ok了 通常海鮮都是蒸出來 是比較好吃些的 鮮 那個鮮味是保存得比較好 還不知道你個人的口味 自己選擇 自由 有些人喜歡吃油炸 煎香 都有爆炒 是 這一期我們都有跟大家去講 這個市場部分 副套 大家覺得這裏的價錢 怎樣呢 合不合適呢 或者方不方便 有什麽詳細了解的 都可以問一下Era 我聊一會 或者我們 你不知道在哪個位置 你想過來這邊覺得海鮮ok的 隨時都可以找我們 然後我們帶你過來買 或者自己給我們指你 你喜歡自己過來也可以 我們帶你過來也可以 沒錯 我們這期就講到這裏 ok 下期發現了好東西 再上來和大家分享 ok 好 下期再見 我們下期再見 拜拜 我們下期再見